FBI报告显示,2021年全美发生了61起活跃枪击案,比2020年激增约50%。 枪手年龄介于12岁至67岁之间,枪击事件发生在30个州,造成103人死亡,140人受伤,其中12起符合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定义。 FBI在报告中表示,将活跃枪击事件定义为一名或多名枪手在人员聚集场所开枪杀死或试图杀死他人的案件。 至于大规模杀人案件则是,在一起事件中有3人或是3人以上被杀。 死伤最严重的分别是4月在印第安娜发生的联邦快递枪杀案,以及9月在田纳西州发生的杂货电枪案,各有15人死伤。 死亡人数最多的则是3月造成10人死亡的科州杂货电枪击案。 至于各州情况,加州情况最为严重,去年全年共有6起案件,其次是乔治亚和德州两地各站5起案件, 科罗拉多和佛州各有4起案件,且所有案件有超过一半都发生在商业区。 报告还发现,枪手的流动性增加,这意味着同一人可能在一天或几天内先后于多个地点进行犯案。 东四新闻团队,卢山基报道。